泰山Yoshi竟然不吃煙又不喝酒 又來到這首歌 3月23日泰山Yoshi出了一首新歌 I Don't Smoke and I Don't Drink 原因是當他跟人說他不喝酒的時候 人們多數都會嘔嘴 所以就寫了這首I Don't Smoke and I Don't Drink 就是叫人不要再哭 就是說不喝酒不吃煙的人會很嘔嘴 我自己覺得沒辦法 又大大隻隻,然後手臂又炸了 那個outlook 說真的,看到照片都聞到煙味 所以又很難怪人 他在歌曲裡分享了最後一次在台灣喝醉的經過 當時也是輕功,雖然用盡全力 甚至期望有些兄弟會幫他頂走 但到最後都是難逃這個要喝酒的命運 我明白的 但結果他喝了一半瓶威士忌就已經倒閉了 相比之下是我不能喝的還是他不能喝的呢 或者大家聽完泰山Yoshi分享了自己的心底話之後 依然都不相信他是過著這麼嚴格的健康生活 他自己都留了一句,外表太壞 得到這個反應都見怪不怪 題外話,因為我找到那段訪問 就是來自一個叫做play it easy的facebook page 裡面是他做三哥的代言人 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在一個interview,裡面就問到 如果以淡仔三哥的辣度評分 他覺得這首歌是多少辣呢? 他是這樣回答的 最難的,大家相對難的 為什麼?因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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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就是這樣 厲害 用一個字就解釋了一首歌 以及淡仔那碗鴨血 都是沒得彈,沒得頂的 正 一直被不熟悉自己的人誤會 直到說真心話都沒有人相信 這個經歷我是試過的 我經常都跟別人說我不是暗狗的 你們有沒有試過呢? 看真點,今個MV的Ark Direct 都是卡神啊 開始要拜神啊 如果你們不知道他是誰 就看之前幾集的這首歌 另外,在MV的開頭 他都放了一個 只是香港適用的Auto Tune警告 更加用英文說 使用大量的Auto Tune 如果有冒犯就請關閉影片 不知道大家對Auto Tune有什麼看法呢? 我自己覺得Auto Tune的聲音 出來真的比較有型的 當然是直接做到變成電音的Auto Tune 因為現在EDM是很流行的 而Auto Tune的這種玩法 聽起來的質感跟EDM是比較配的 但當然對傳統的唱功要求是會降低了 我自己覺得Auto Tune也好 總之整首歌聽起來的feel是到的話 是好聽的話就OK了 不知道你們怎麼看 By the way,接下來四月尾到五月初呢 Tizen Yoshi就會飛去英國舉行三場的Hi I'm back演唱會 但是,You know 可能只有英國的粉絲才可以聽到 有沒有人能夠為了Tizen Yoshi 而是可以飛去英國廳 明天後回來旁邊 有的話都留言了 你很厲害 今集的兩個冷知識 如果有外國人問你 Are you smoking? 就未必代表他問你有沒有吃煙的 其實Are you smoking的最初含意竟然是 你是不是吃了毒品 因為吃毒品多數是人溫溫等等 大佬無法正常思考 所以後來人們就把Are you smoking 直接形容為大佬 Short了 你是不是Short了 到現在就變成了你是不是Short了 到底Tizen Yoshi這首 I don't smoke and I don't drink 有沒有包含這個含意呢? 第二個冷知識 煙紋經常會說一句 飯後一支煙 快活過神仙嘛 但其實在人剛剛吃完東西 即食物一落肚 為了更加好更加快吸收到食物的營養 我們的腸胃、瘀動和血液增亡都會加快 同時體內的毛細血管都會舒漲 所以隨著飯後一支煙 你的身體會連煙的有害物 一起更快更好吸收 今次的意志哥就到這裡 如果想知道更多派台新歌或者樂壇消息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逢星期一四主片是不變的 二三五就會出這個意志哥仔 記得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好緊要的 多謝你們 下次再見 拜拜